缅甸军政府和三兄弟联盟的谈判,不出意外的破裂了,双方本来对谈判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目前局面他们都不满意,也不会接受,双方非要决出胜负不可,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就是缅北重镇腊虚,三兄弟联盟不打下腊虚,应该不会停战,和谈期间,双方调兵潜将,依然攻守激烈,同盟军轻易占领穆帮,穆帮缅军早就逃去了腊虚, 德昂军夺取桂盖,继续向脚梅进军,与俄乌,巴以两场大战一样的事,这次缅北混战,主要的新消息也是通过自媒体发布 今早,关注缅北局势的自媒体报道,穆杰已经被缅北同盟军三兄弟拿下,而腊虚很快也将进入攻城状态,有前线果敢同盟军战士拍摄视频,并解说已经电话通知自己的高中同学,尽快离开腊虚。 要不很快开战后,想出就出不来了,腊虚城或将成为了缅北战场的核心,缅北三兄弟联军拿下腊虚,果敢同盟军和三兄弟联军正在合围腊虚。 网媒报道,德昂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拉锯战,在缅军飞机大炮狂轰烂炸下,占领了南渡镇,还控制了南桑,南侃,曼通,孟龙。 共计武镇,若开军案计划,稳步推进,攻占若开古国的都城谬航后,又攻占百利瓦附近的战略要地,缴获大量重型武器,果敢同盟军和联军相互配合,攻打缅军第一野战旅所在地,焦煤镇和军事重镇西部镇,缅军进行多日的顽强反抗,派出了大批增援部队,看到大势已去,当了逃兵,四处逃散。 同盟军和联军已经抵近腊虚城,完成了战略合围,腊虚开始有大量老百姓逃离,缅军方已经通知地方的工作人员撤离,缅军队在南渡到腊虚的路上。 加固防御营地,南渡镇失守之后,缅军立刻处于慌乱之中,甚至于去年12月28日将西部镇至南木渡镇之间的孟蝶桥大桥炸毁,缅军炸毁该大桥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持之德昂军从南渡镇向西部镇进发的脚步,西部镇是腊虚西南部的门户,是唯一一个腊虚周边仍然被缅军所控制的镇区,如果就连西部镇也失去的话,那么腊虚就真的成为一座孤城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联军反电炸作战的绝对主力,果敢汉族同盟军身上,能够看到当年我军为人民打天下时的影子。 不仅战斗力所向披靡,就连政治工作也很相似,他们群众工作做得好,身受当地受压迫群众的支持拥护,脚枪不杀俘虏,想回家发给路费,大大瓦解敌方军心。 许多据点被同盟军兵不血刃拿下,得到多助,同盟军战力强悍,与他们在山上捡到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和采用先进的作战理念有关,如视频中,同盟军的手中先进的无人机武器,就打得敌人非常狼狈。 反观,保护电炸等犯罪势力的当地伪军和缅军,战斗力薄弱为敏,基本上是一触即溃,在果敢守抚老街。 同盟军还接受了缅甸正规军数千人的投降,而曾经猖狂至极的缅北四大家族,死的死,逃的逃,被抓的被抓,随着果敢全境解放,缅北同盟军继续向腊虚,木杰等方向挺进,缅北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瓦邦,当地敌方政府率先清缴电炸犯罪集团,并向中国移交犯罪分子后,也出兵占领了一些地区。 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大有揭竿而起,反电炸反压迫之势。 拉虚除了刚才所说对国敢、德昂的威胁之外,还是缅北第二大城市,拉虚不仅是缅甸北胆帮地首府, 还是缅军东北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拉虚线有八十多万人,一万两千平方公里,也是缅北经济重镇,这样一块肥肉,自然谁都想吃一口,因此,拉虚才是缅军和三兄弟联盟的决战之地,不在这里打一仗,奋出胜负,双方都不会收手。 缅来在调兵遣将,想全力保住拉虚,国敢,穆邦等四周的残兵败将,都已经集中逃到了拉虚,想着抱团取暖,要死大家一起死, 拉虚的守军有几十门大炮,还有一个飞机场,坦克,装甲车也不少,拉虚的四周地形相对平缓。 这有利于缅军发挥他们的机械化优势,缅军的火力强大,但要也足够,现在加上各地逃到拉虚缅军,估计已经有了近两万人,至于缅军的增援部队,相信到时候也会赶来。 面对这样一座防守坚固的城市,三兄弟联盟这边自然非常重视,不敢大意,三兄弟也在调兵遣将,集结力量,但是只依靠三兄弟联盟的力量,似乎有些不足,如果和缅军在拉虚决战,没有必胜的把握,毕竟这里不是山区,三兄弟联军没什么优势可言。 同盟军这两天一个视频火了,就是同盟军一个战士拿着大锤砸佛塔的视频被广为流传,在缅甸引起了很大反响,僧人和佛教徒群体瞬间炸开了锅。 同盟军第一时间发布了通告,说这是管理不言造成的,并非不尊重宗教信仰,但是事情并没有被平息,这两天的游行人是更多了,甚至蔓延到了下缅甸。 同盟军这件事暴露了他们内部管理不善,首先这样处理平息不了民怨,其次,也没有体现出同盟军的管理能力,同盟军的历史里也有黄堵毒诈,难道以后也是一个生名了事吗? 这两天的事态发展,小编认为是缅甸军政府在做背后的推手,目的是为了扭转舆论,以及树立战争的正义性。 舆论战当然也是战争的一部分,相信同盟军深知这一点,这一次事件的发生,表明了辣须的情况要比国感复杂得多。 国感历史上曾经是同盟军统治地区,因此其他的民地武是做闭上官的,大部分是不介入不参与的态度,也就是个吃瓜群众的邻居的态度。 因为不牵扯自身的利益,但是辣须就不一样了,南北善邦军,瓦联军都不会甘于让同盟军一家独大。 独吞辣须 而辣须人纷纷出逃,对同盟军的看法不一,也能说明,同盟军在辣须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就缅北而言,民地武之间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常常擦枪走火,是常态,要同盟军团结其他华人组织,形成统一目标,去推翻军政府,再来分地盘,谈何容易。 每个民地武度有自己的口号和利益,有的甚至是亲军政府的,因此也并没有形成一个反对军政府的联盟。 同盟军打国杆,用的口号是打击电炸,而目前确实也实现了战前的目标,夺回了国杆地区。 这样的口号是有正义性的,缅军也没有过度抵抗,战争总体而言是低劣度的。 然而这次挑起来宗教矛盾,缅军自然会用来大作文章,接下来打纳须和穆姐,还会是这样的心态吗? 纳须是缅北的一个战略要地,有八十万华人,面积也是果敢的两倍大,辖区位于善邦高原,是中缅贸易的战略重镇,不仅是曼德勒、纳须铁路线的终点站,还是电缅公路缅甸侧的起点站。 纳须是缅甸山邦第二大城市,也是山邦北部第一大城市,是缅甸北部的重要门户。 纳须距离缅甸首都内比都和云南边境都非常近,而且和穆姐一样,还是中缅油气管道的重要节点。 参战的武装规模各异,在国感老街的交战双方,兵力并不庞大,国感同盟军投入几千人规模的兵力,而缅军方则只有两千多人。 最终投降的缅军中,包括了来自米县沟军事基地的两千一百多人和南天门山军事据点的三百多人,总计不到两千五百人,与之相比。 纳须大会战中光联军的武装规模已超过一万多人,每支民族地方武装都动员了一至两个旅的规模。 尽管缅军方的兵力投入尚无确切数字,但纳须作为缅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其军力被认为相当庞大。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国杆老街、桂盖镇和穆邦县等地撤退的缅军也纷纷退守到蜡须城内,因此蜡须的缅军规模可能达到几千人,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此外,蜡须之战与老街之战在战术和战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老街之战采用了围点打员的战法,国杆同盟军在早期就摧毁了穆邦大桥,同时控制了大坝渡大桥和滚弄大桥,切断了缅军向国杆地区增援的路线。 然而,同盟军并未急于攻占老街,而是将其困扰了七十多天,最终导致缅军全面投降。 我们来看看缅甸的蜡须之战,老街在一月四日被解放,但才过去短短一周时间, 同盟军已经在蜡须周边做好了全面的布局,果敢同盟军和联军已经成功合围了蜡须,接下来直接可以展开阵地战和巷战。 对于蜡须之战的持续时间,我们认为很可能不会超过七十天,有人预测甚至可能在一个月内结束战事。 你认为呢?欢迎评论区留言。